星期二,洛杉矶院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房东必须确保室内气温凉爽 否则房产将被判定为不符合规定的出租屋 不被允许出租 该法案将为用于出租的房产 设定最高室内温度值 并要求所有出租屋自带制烂系统 或者允许租客自行安装制烂系统 具体的最高室内温度值还尚未公布 作为参考 从2018年起就有相关要求的Pond Springs 设定的最高室内温度值为80度 议会表示 洛杉矶院时常面临极端高温天气 从2010年至2019年 加州共有599人 死于和炎热天气相关的疾病 但同时加州公寓协会表示 这个会导致租屋成本上涨 目前该法案正在进行公示 为期120日 天下卫士记者编辑报导